彰化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李孝宇 警员肇事红于四日晚间执行巡逻情务 发现一名镇女骑乘电动车 在红灯处违规左转 警员立即上前拦查 发现镇女神色紧张 并声称皮包内只有保险套 当警方试图进一步调查时 镇女突然推及远警 企图逃离现场 警方最终将其压制 查获了二级毒品大麻烟草及吸食器 全案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 毛重吸血三三功课 大麻毒品吸食器一支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